观众朋友们好 目前一股冷空气的前风 已经推进到了从东北到江南贵州这一线 明天这股冷空气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即将进入第四天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大风降温消息 明天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 都将有四到六级的风 黑龙江东部 吉林东北部 以及江苏南部 安徽的中部和南部 浙江北部 湖北东部 江西 湖南的中部和南部 贵州南部 云南东南部 广西北部和广东北部 气温一般都将下降6到8度 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可达10度 这样湖南贵州明天的最低气温一般将在18度左右 这也是今年历秋以来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强的一股冷空气 在经历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之后 南方地区今年将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了 明天全国的降水分布依然非常的广泛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有可能出现雨加雪 明天大雨和暴雨这种量级的强降雨将主要分布在 安徽东南部 江苏西南部 浙江西北部 江西的东北部 广西的西北部和云南 在长江以南的降雨区域当中 明天需要重点防范 短时强降雨 雷雨 大风 冰雹等等 强烈流天气的危害 这场降雨能够有效的减轻湖南 广西 贵州 云南这一带地区的干旱程度 后天冷空气的影响将基本结束 降雨也将大为减弱 但是后天在云南西部局部地区仍然有可能出现大雨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12到24摄氏度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8到16度 长春多云6到17度 沈阳多云转晴6到21度 天津晴12到24度 沪赫浩特晴5到19度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银川晴5到22度 西宁晴5到20度 昆明大雨16到21度 昆明大雨16到21度 太原晴7到22度 石家庄晴13到26度 济南多云10到22度 郑州多云14到25度 合肥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 南京中雨19到23度 上海多云12到25度 上海多云转中雨22到25度 南宁多云13到23到30度 海口多云26到34度 广州雷震雨26到31度 香港雷震雨27到31度 澳门雷震雨26到31度 我的孩儿我的家 新蓝莓LED色彩更顺利 引领LED液晶互联网时代 精彩超越想象 北京情12到24摄氏度